这关太可心了吧 花了将近500阳光了 才干掉一个蜗牛 哦还有一个钉耙是吧 那这样算的话 五条路都有蜗牛 那岂不是干掉全部蜗牛 得花2500阳光啊 这也太夸张了 而且山路还有两个女的 山路还有两个猫呢 关键是我们还不敢惹她 啊一千阳光下去了 兄弟们咱们还一个植物都没有干掉 完了 那这不完了吗 哎等等 这个气球五王走五路 应该能干掉两个植物 哎呦我二哥还不错 啊干掉了三个植物 比我想象中要多一个 哎呦还来 咦我就知道他会来 我一直把普通模型的僵尸 放在山路 我就等这一刻 最难的一路不就被轻松拿下了吗 我五二哥还把四路顺带也拿下了 那三四五路直接过关 不过一二路看起来是非常麻烦的 特别是一路 僵尸这么多 我们连踩掉窝牛的机会都没有 哎 直接走三路呗 不管多热都不能脱协我的皮打衣 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画一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去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 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这又来一个五王这也没用啊 干脆就让他去踩个窝牛算了 毕竟一路正面打的话还是比较难 如果咱们能推掉二路 待会再出一个五王的话 一路不就爽歪歪了吗 来咱们先攻一攻二路啊 找找机会 不过二路其实也不好攻的啊 三个大鹏咕 三还是蛮高的 这种局要是我大哥来就好了 可惜没有啊 坏了 我怎么打着打着 就是二百五十阳光了呢 又到了最难的时候了 是吧 漂亮 这个位置巨人砸不到啊 那这一个矿工就能干掉他们所有人啊 哎 不再这么欺负人的啊 你打完人家还侮辱人家呀 那最后还有175可以放两个僵尸 砸家版不存在 吃不掉脑子的僵尸吧 来 咱们就拿下 hurrah hurrah